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究竟能够惊现什么特殊的器物 久远的历史和少有人知的故事 这一般是佩戴 是在吹在胸腱或者挂在摇件里 大墓之中还有多少蛛丝马迹 它是不规子的完全 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 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 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 消失已久的陆魂蓉 还有多少秘密 目前呢 就在这个牧主人的脚步 下的这个棺谷之间 发现的有这个 而且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定很漂亮 有这个棺谷之间 2017年8月19日 尽管历秋节气已经过去十多天 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位于关林的考古实验室内 工作人员正挥汗如雨 感觉只有一个字 热 此时 已经清理了近一个月的陆魂蓉大墓 突然间又有了新发现 考古人员在牧主人的头部位置 发现了两个金儿室 在颈部位置 发现了一块流金虎形铜牌室 这几件金室的造型 明显带有游牧民族的特征 他们的发现 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因为 这在洛阳地区 已经发掘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中 是绝无仅有的 发掘现场 立刻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今天它是在这种位置 咱可以杂质推断 它有可能是一个装饰性的 配戴性的东西 对吧 只有找到一定结束的认 才能有这种 想象征劝性的东西 对 然后 它的神双头 还从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特别也能翻映出来 你想想 咱几个锅里边 这个管理锅中间 除了这么多 丁气的其他的东西了 这也能 一方面也能引证它 如果是个意识的话 它怎么没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 船空 一些东西 去方便陪戴 下面再清理一下 会不知道 会发现啥情况 如果再有发现 别的啥情况 也就能解释给我 比如是一个 盒子上 想钱的东西 对 或者是 如果一会儿上 能查证出来 它这有什么东西 来承载着它 或者它就是 它喜欢的东西 就放到那边 去承载着它 距今2600多年 正在清理的这座大墓 长5.6米 宽4.4米 是迄今发现的 为数不多的 几座高等级 陆魂戎墓葬之一 2016年12月 由于徐阳墓地 发掘现场 地下水干扰严重 无法继续进行发掘 这座保存极为完好的大墓 被整体搬迁回实验室 史料显示 陆魂戎是两周时期 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 一支游牧部落 公元前638年 陆魂戎为秦牧公所避 被迫迁徙到洛阳东周王城的附近 并最终在一百多年后 被晋国所灭 陆魂戎迁入中原之后 是否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征 他们的藏俗又有了哪些变化 由于此前 关于高等级陆魂戎墓葬的资料极少 考古人员关注的焦点 瞬间都集中在了这座大墓之上 这田太热了 明天要喝两三国鱼柳汤 这鱼柳汤还是挺好的 我们喝了一口饭了 他有点讲述接触吧 他有点讲文 他也有点瞎坷 油脂会更多一点 因为前台热的时候又会更多一点 除了高温 令考古人员最难以忍受的 还有非常规的发掘姿势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就是没水的情况下 就是下到木坑里头 然后蹲着呀 坐着呀 半蹲那种清理 但是到这儿的话 只能趴在这个架子上 刚刚清理出来的 刘金虎形铜牌式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用 考古人员还需要仔细进行研判 它这个地方生锈了 这个一个地方 驴绣了这个 这个镀牛筋的加薄 这个地方从底品的路边生锈了 它要是挂在这笔上 没有 没有挂电话 对对对它没空 所以他的工人还得重新考虑说 已经不是把挂的包装 这有空的 这边有空的 这一个是挂的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有空的 这地方有一个 对对对 那有点像 有点像 你看两边它的高度都一样 这个是一样 穿两处我的脖子上一挂 就是 应该是这个 那就是肯定是挂在脖子上的一个总段 然后这边脖子脖子 这脖子下面 这两边是真的脖子 这个木是5米4长 3米9宽 当时我们在清到3米7左右的时候 这个木就基本上 都是在水里泡着的 后来我们就扩方 因为这个木当时发现的时候 它离原先的河道 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 而我清理到4米的时候 当时就是不放水泵的话 这个木怎么办可以说 就是这个木就是被水淹着 我们当时放的是 4个水泵 就这4个水泵 如果有5分钟 不抽的话 就直接就能把这个木坑给淹着 就是为了不让这个水 所以它进行给我们清理工作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是决定把它给搬迁 让它脱离水环境 然后把争取全貌的 把它给揭露出来 所以就采取了啥包子 搬迁 然后运到这个实验室来清理 你看这一层这些的淹土 就是当时就会抽水的 有的是抽不及 就是它会把水搅混之后 形成的一层淹土 当时我们有一些地方 都已经清理出来了 你想像这一块 它漆上的这些黑条纹 就是上面的纹饰 现在就基本上都是被淹土的后 覆盖了一层 将古代墓葬整体搬迁到 考古实验室内 可以在可控的条件下 从容的对墓葬进行 360度的清理与研究 将大量文物的原始状态 纪录下来 从而使得整个墓葬所携带的信息 全部保留下来 目前在这个墓的西南侧 发现有一些车马器 从外形上判断 应该是车位 是古代车零部件的一种 然后总共有六个 就是三队 三队代表也就代表了三辆马车 一般与这个位同时出现的 还有相配对的应该是车霞 但是目前在这个 目前发现的车位中 并没有发现车霞的存在 有可能是在 目前这里边的漆漆以下 但是并且目前并不得而知 只有我们继续发掘 才能看到是否有车霞的存在 你看现在我轻的这块是 你看整块这一块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棋棋 一个方形的棋棋 就是棋上面那个 上面那种纹饰 你看这是一种灰性 我还有这种 像是奎龙龙龙龙那样子 这风格有点像那个 跟南方这个 也就是这个 典型的盘子中间 跟轻松气上 我是有点有点相像 潘池蚊蚊蚊蚊蚊蚊蚊 那种龙性的纹饰 这是一个连接的 这中间这种 一种灰性的纹饰 像这中间这灵性的 那种 三绣型的纹饰 但是这种 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出这个 那个 棋棋很少 它主要这个 我们看到可能 楚国这种 南方楚国这种 除了棋棋很多 这种纹饰汆盘很相像 我推荐 推荐这条 应该是一个 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棋棋 或者几件棋棋 这是因为这个锅子侧板倒塌以后压着这个气息的上面 从这里面到这里面都是这种样式 但是我们使用这个气息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的 只是在北方这种环境当中啊 它没有办法保存下来 就是很多在这个墓里面埋葬过墓 很多墓里面发现都有这种痕迹 但是它没有保存下来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保存在外面那个棋皮上那种纹饰的痕迹 真正这个棋皮的胎体全部都已经被腐朽了 因为在这个棋皮里面 当时棋皮还发现了很多那种骨背 它整个这个棋皮都有骨背 在厚厚的棋皮堆积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你看这个久了 很多估计在中间那个夹在 还有这种骨背都在这个棋皮之间夹中 我们推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棋盒里面装了很多这个骨背 骨背毕毕竟当时的货币 货币可能这是一个村权的一个地方 这个区域 但距离它里面多少 咱们还在下部提出了以后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心理 看整理到这边 这都是 通过墓里你看这种 出现这种精密的这种袭击装饰 还有看见这个这种前辈 它毕竟是带有很高身份 它有经济实力 才能买到这么精致的那个清晰器 期盼已久的降雨终于来临了 考古实验室内连续数日的闷热气息被一扫而光 此时这座陆魂蓉大墓的基本情况 也已经初步显露了出来 这个墓我们看这个墓的情况 它是由一关一国组成 这下底下是现在的国地板 我们现在还能看见 这中间这是关的墓 从这个墓 你看这隋藏的器物 这个特征的看 它是跟咱们的东周王寺发现的东周墓 就没有太大区别 但从它这个身体挂起来 通过这个金尔环 反正这个像动物性排斥在咱们东周 东周王寺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 它这应该跟它们这个 当然就是这个它是容忍这种系组 跟它们应该有关系 跟那个荡属 但实际上川宁和这个金尔环 这个排斥的波动的排斥 跟它们容忍应该是有点关系的 初步判断就是它这个 从这个整个墓里面隋藏器物 对头的呢 咱们也不敢完全确认它就 但是它那个 它西北旧这个隋藏塞马肯定 隋藏了一个大量的满浆图体 这种系组综合起来判断 它应该是 它这个墓应该是容忍墓 而且它这个 从这个墓上的大小规模来看 它应该是一个 这个容忍部落一个首领 咱们的目的主要就是 通过这种精细化的心理 寻找更多的一些证据 也就是希望能 当然这个 像我们也希望能找到 有文字性那种基本问题 但这种这种一般应该是从事上 但目前看来还是没有发现 下一步就是我们还要把这些 把这个给它随身相关的东西 这个 它的 它们 它们身上传的什么东西 做一个一些检测 就了解它们这个生活 它们的生活水平 它们 它们一路特征 做一些科学检测 更进一步的了解 跟它相关的 2017年8月22日 经过长时间酷热条件下的室内清理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 在大墓之中清理出了大量的遗物 而最重要的是 它们发现了金事件 这个发现正是人们苦苦寻觅的 关于陆浑荣的线索 是洛阳地区已经发掘的 近7000座东周墓葬中 绝无仅有的 这座大墓内 是否还存有更多 陆浑荣的遗迹现象 考古人员将在 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寻找 外面能看到这个边险 是这个国厕板 底下才能看到这个国历板 中间是棺 它是整个墓是一个东西向的 是头东脚西这样一个布局 这是它的一个国厕板 就在这个棺锅之间 它这放置是一个东哥 现在东哥伯厂比较好 从它这个放置情况来看 它当时应该没有没有 没有那个 隔墙点那种红布杆 这是这个棺锅之间的 这个这是西兰角 这是方队一式遗珠礼器 从这看它有 应该是有 四个底 还有一个湖 这个是应该是个 这个桃块还有这个盘 一周 这是一周 然后中间它又断得去到 到这个 到西栏侧它也放了一些 也有铜顶 还有铜液铜痘这种 这种非常细 依据此前对徐阳墓地 几座陆魂戎墓葬的发掘经验 考古人员发现 典型的陆魂戎墓葬 除了在车马坑中随葬大量牛羊头蹄外 其藏俗大多已经被中原地区的藏俗铜化 大型贵族墓几乎与东周贵族墓没有差别 因此要找到属于陆魂戎独有的器物 必须仔细地甄别任何一处细微的痕迹 果然就在头部位置发现金事件两天后 考古人员又在足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金箔片 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 而且这地方好像有孔 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很漂亮 挺重要的 就这块 如果是金箔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 它就是贴在漆皮上的 如果说是那个 如果是金的晶片打出来的那个晶片的失误 那就不得了了 那个比那个金箔的价值要高我觉得 那现在得下一步清完之后再出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发现 倒塌的棺板很可能是清理这块金箔片的最大的障碍 露出来这一层红色的 这个上面这一部分 最好是再看一下有没有露出来这面 露出来的轮廓是吧 对 因为我要逃的话 因为这有棺板 我肯定这下面最多是探到这个地方 就从这开始下 但是如果说我担心什么呢 这个金箔会不会是当时压在下面 有可能 很有可能 让你这样再把这地方清看看 这一片有没有有没有金箔 那这边轮廓正可能 对 我还是清了 对 最好是把这一片 对 最好是把它边缘都找到 随着发掘的持续 这座陆魂戎大墓内 更多的器物被清理了出来 对 这些 那么就是整个这里面去看 这些鱼祸 应该整个是它最经历的一家 对 从玉置上看的 应该是和天玉 然后它这里面的 这两种对称的这个温室 像这个护的耳朵一样 它把它装饰到这里面来了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这种 制作的也很好 很景气 就是说这个 从它的这个形状跟轨征 这个最后摸光加工的也很光 更红光化 这属于这个温室里面 加工里面比较好的硬件 这一般是佩戴 是在吹在胸弦或者挂在窑间里 因为这现在整个这个 还没有清到它这个 整个完整 没有完全清完 还是说现在就是说 它还有其他的 有没有和其他想租贺 在一块称租里这个租贺鱼 现在还不能够最后确定 但一般的想着晃 这个晃或者其他的竹子 称化的竹子 这些都是整个租贺鱼的 这个租生部分 租生部分 一面这个雕花 一面雕花 一面是素面 嗯 从这个转转看应该是对转 你看从这边看过去 对面洗了以后 然后从这边又转下去 就是瞧 你看上面那个小鞋 可能有韧子 一块一块 看着非常的惊喜 这一间呢 应该是一个玛瑙幻 然后看着 看着这个 尺寸不是很大 但是加工也很好 它这个圆形很正 中间这个船空也很正 但是就是这个 玛瑙幻栽在这个东东墓里面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哦 这一个 应该是个侍从吧 啊 对 这个质地上看 可能还达不到位 嗯 但是池桌上面还算 比较贵正 还是比较贵正 就是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一个面看 我觉得 这两个 这两个 极力这个二十块 还有这个六金的 通通手把 通户上 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嗯 这才在 发现了极前座东中墓里面 没有发现这个再讲 嗯 这个应该是 这个 他这个 自己的自身 包出了一种民族传统 嗯 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特点的一个反应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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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做它里面漆皮的一个 本体的保护 充护的东西 嗯 要将墓葬中清理出的大量 会有图案的漆皮 完好的进行提取 仅仅是准备工作 就是一套复杂的工序 噴的这个水是为了 进行表面的一个丰富 嗯 因为后期我们还要 在外面做一些粘合剂的东西 然后把它加固起来 提取走 好 往这往再喷 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这 就看到这些反光的地方 发现就是这些 金气的这个 边缘地方 它可能有破损的 现在就放 这上面这一层黄损的 就是当时 鱼 压在它上面那层淤土 等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土呢 稍微打湿一点 然后用一些牙签之类的 把这上面的土给清理出来 目前呢 就在这个牧主人的脚部 下的这个棺谷之间 发现了有这个 这也可能是 这个可能是棺上的装饰 但是说是现在 在棺的其他部位没有发现 目前就在这一片 发现有这个 这一片这个 这个金气的痕迹 考古人员发现 压在棺板之下的金饰片 不仅覆盖着一层淤泥 还与漆皮粘连在了一起 稍不注意就有断裂的可能 这块金箔片的清理 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就可能等会再找点那个棉签 给它上面这个土 稍微简单清一点 因为也不能 不可能把它给移动了 这样能保证它的完整性 尽可能能保证 因为它现在应该都属于那种破损状态 最好是不要动它 既然温度也够闷的 预报说是今天有雨 但是这个天气 下不来太阳出来 现在用简单挑出来的这一块 大概有个指甲盖这么大小 估计有个三四公分 三四厘米这个长度 我估计它也可能它是一个圆形的 但现在只露出来这一部分 你看它这个断面这个地方很薄 应该就是个金箔 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形状 就像它那个木轮脖子上面 那个台式一样 是个动物的形状 这个这个形状呢 还不一定 因为这个圆形状 就像这样一样 喔 备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7年9月1日 几场秋雨过后 气温明显地降了下来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实验室内 考古人员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 漆皮地提取工作 然而此时 由于受到倒塌棺板的阻碍 牧主人足部位置的金箔片 仍然无法清理出来 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难题 始终得不到解决 在接下来的清理中 考古人员迫切希望 能够顺利地将金箔片提取出来 看这点金灿烂的金属的质感 可能是它最边缘的地方 大致上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慢慢圆弧状 这样一轮廓圆弧过去 平常是一个圆形的 也可能是个装饰品 现在就是整个被砸扁到这个裹底板上面 而且上面附的一层烟是漆 而且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一层淤泥 现在等着把上面的一些附着物 还有一个抵押的东西清理 这个土清理干净之后 就能确定它真的是有什么了 然后这样做 就看到底下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害怕把它弄坏 看那个分心干活是吧 结果就很容易碎 屏住呼吸 面对随时都会脆裂的漆皮 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小心翼翼 从这上面来看 它太脆了 因为毕竟南方跟北方的气候不一样 在南方那边呢 这些东西气这些东西保存就比较好 它是为了回去以后方便清理 因为它这个胶它溶于温水 就是拿温水一泡时 然后它这个胶就起来了 然后上面我们架构用了一层纤纸 它就掉了 就是回去方便清理 所以用了这个胶 所以用了这个胶 这样的胶纸呢 就是为了对它这个漆皮的 一个T恤的时候有一个保护 因为这个漆皮 它可能经过这么长时间 它表面非常脆弱 所以在加上这张纸 它的张力跟镇性会稍微好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圆形的应该也是一件气候 还有这个方形的 你看就是这种 跟那个的 这个在现场 根本不可能就是保存这个 因为现在它还有水嘛 清理也没有办法清理 只要我们做实验室 我们这个形状都能看出 我们下部把这个东西 一个月提了以后 都可以了解它的形状是什么 它对工艺应该都能从这儿 可以了解出 如果在现场的话不可能 所以说通过这个实验室考古 还是会获得更多的考古信息 目前现在我们已经清理到 这个遗物已经全部都报了出了 整个看这个棺 那个木的形质 它是由一棺一国组成 这中间这个小框是棺的位置 这外面有这个 然后能看到这是国办的位置 在这个棺国之间 你看这中间是隧藏 隧藏的是一座轻松器 主要有这种有五顶 有两个佛 有四个痘 有盐 还有盘一周 这种组合 但是从它的整个骨盒来看 我觉得这个人的年龄不是太大 虽然性别也没法确定 但是你从它那个脊椎骨 还有那个雷骨看 可能这个人年龄不会太大 都比较细 它这个骨盒 包括我们去年玩了个大麦木 人家说是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整个骨盒眼睛不大 但是那个骨头 我看看没有这个骨盒的多 那就是头骨 头骨就一点 对 它脂股基本上没有了 而且脂股上没法判断 它全部已经被这个砸碎了 一个是污染了 污染了去 把这个通细 配当配当的通细的组合来看 它应该是在这个中间传统的 离植的一个表现 虽然这个母中人可能是个罗文龙 但是他们这个到了中原以后 到了罗王以后 到了这个国度 东州这个国度附近以后 整个的它的整个文化 应该是吸收 或者是按照中原的立志 来对他们这个 这个丧张的吸收 进行了一些改变 虽然它还包括了一些金儿花呀 或者一些其他的 个人师们的表现 但是整个这个牡藏性 到配藏片 都是东州 中原传统的一个表现 三十八个号 于是条 极限一米四一 想必要是 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 这座陆魂蓉大墓的性质 也已经相当明确 墓葬中大量东州时期的 陪葬器物说明 由西北地区 迁徙到中原地区的陆魂蓉 几乎在短时期内 就完全与中原文化 融合在了一起 而这座大墓的清理 再一次印证了 陆魂蓉迁徙的历史事件 为研究中原地区民族迁徙 与融合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陆魂蓉墓葬的清理工作 接近尾声 考古人员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融合与发展 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 始终都是时代的主旋律 2017年9月初 提取金箔片的方案 仍在制定中